凯特王妃携三宝亮相 对话被淳语专家破译 没有一句跟威廉有关 维尔氏王妃终于现身 消失了半年之久 带着维尔氏三宝出镜 这是凯特确诊癌症后 首次出席王室公务 自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社交平台上也被王妃的美照罢评 凯特带着三个萌瓦 乘坐敞篷皇家马车 从肯兴顿宫出发来到白金汉宫 道路两侧都是围观的群众 为凯特送上了橙汁的祝福 这样的画面的确令人动容 凯特穿着游时装设计师 珍妮帕克汉姆 设计的白色和海军丝带装饰的浅色服装 头戴设计师菲利普崔西 设计的宽边配套帽子 从俯瞰月冰场的窗头观看了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 维尔氏三宝也消失了很久 这次跟着父母出席公务 大家也终于可以放心了 阴谋论真是可恶 居然将夏洛特公主卷入其中 现在看来也只是虚惊一场 纯语专家加布莱恩 接受了太阳报的采访 为我们破译了凯特王妃的对话 路易王子大喊 爸爸爸爸爸爸 看看那些颜色 凯特告诉查尔斯国王 有这么多的人 莱恩还说 夏洛特在国歌奏响时 斥责了他的小弟弟路易斯 让他把手放下 对 看内的凯特王妃告诉维尔是三宝 从这些对话也能看出 凯特王妃之字不提威廉 两人同框的时候 气氛也有些尴尬 不少看过公务视频的网友 都认为威廉王子的状态很局促 跟凯特的互动 也像是完成任务 早些时候凯特和他的家人 来到了购物中心 他指着粉丝们做的标语和横幅 跟维尔是三宝分享喜悦的心情 但是令人遗憾的一点是 凯特目前所有关注度都在孩子身上 似乎根本没有空打理威廉 42岁的凯特王妃 在接受了复顾大手术后 在医院住了两周 在此期间查出来患癌 他在一段视频中宣布 测试显示存在癌症 透露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从此之后 凯特彻底处于人间蒸发的状态 引发了粉丝和民众的担忧 之后足足消失了半年 甚至有王室内部人士透露 凯特很可能永远回不来 真是让人替他捏一把汗 直到大阅兵的前一天 凯特才更新了社交动态 把长文解释自己的处境 虽然化疗还算顺利 但是现在的凯特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因此还需要好好静养 还没有到全面复工的阶段 维尔是王妃期待着参加皇家大阅兵 并希望在夏天出席一些公共活动 当然也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也要得到医生的同意 否则王室高层也不会批准 凯特的办公室肯新顿工 拒绝透露任何关于癌症类型 或治疗的细节 只是说预防性化疗于二月开始 因此在大阅兵开始之前 粉丝们早早守候在这里 就是想看看是不是凯特本尊 旁观者安妮盖利 拿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模型 他说凯特亲自到场 让他松了一口气 这真是一件幸福又快乐的事情 甚至被凯特的亮相震撼住了 无数的粉丝泪洒现场 或许我们期待的也仅仅只是凯特要好好活着